我是李孟果 我是一个自由摄影师 也是一个摄影和旅行爱好者 平时我喜欢边走边拍 我的长相主要是地理和旅行类的拍摄 光就是摄影师的画笔 是摄影师对艺术理解的表达方式 影像的细节表现力 包括质感 风格 明暗等等 有很大程度上需要去靠光影 去实现 光影过强的情况 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去解决 光线过暗的话 如果设备能力不足 就会出现噪点过多 影响画面清晰度的情况 我们拍摄的地点是新加坡的夜间野生动物园 由于大部分夜间动物对光敏感 这里的光线是极其微弱的 但我没想到的是 在这极暗光的环境下 华为P60 Pro还能拍出这样清晰的效果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 而且由于我拍摄的是野生动物 跟其他的建筑夜景拍摄很不一样 拍摄夜间野生动物园不仅需要长焦去拍摄动物的细节 还需要长焦本身具备极强的感光能力去获取充足的光亮 但这一点 我还能拍摄的画面和画面的稳定性 这次我没有带任何的稳定器 完全是靠P60 Pro自带的OIS夜视长焦进行拍摄的 而且P60的快门速度很给力 拍摄效果完全颠覆了我对手机拍摄夜景的印象 即使是快速移动的小动物 拍出来的图片也没有任何的脱颖 我个人认为 P60 Pro是目前夜间长焦最强的手机 不仅在白天又极强的表现力 在夜晚的极暗关环境下 也能拍得轻拍得远 而且这款手机在拍摄界面也非常特别 在调节焦距的时候 有一个仿造传统相机的X-Mate Roomba 使用起来非常顺手 同时续航能力也非常强 我拍摄了整整三个小时 电量还剩50% 回去用88瓦快充充电的时候 10分钟就充满了 整机的使用体验是非常极致的 能够感受华为在用心打磨产品